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是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说如果口红的话 可能我觉得还有点这个意义吧 我觉得不可信 因为化妆品都有化学物质在里面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目前不认可 因为我觉得吃的东西的话 就是本身跟化妆品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我觉得如果有出台什么标准的话 也可以看看 我们先来理清两个名词的概念 一个是食用级 另外一个是食品级 食用级是说 你可以直接入口吃下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有食用级的食盐 也有工业用的食盐 这个就是强调的能不能够吃下去 食品级它更多的就是去说 你虽然不是直接用于吃的 但是你会接触食品 比如说这张纸它没有漂白记 所以它可以拿来作为食品的包裁 不管是我说到食品级 还是说食用级 都是指这个东西吃下去 或者是接触食物 都不至于对人体的健康带来风险 如果宣称可食用 那就必须要有十字准号 如果它只是装置号 那么可食用的这个说法呢 就会有误导和虚假宣传的这样的嫌疑 毕竟化妆品和食品 它属于不同的行业 你里面应该是达到食用级的 外面这个达到食品级的 你从外到你全部都达到这个 用食品的这个标准来要求的话 对于化妆品确实是很难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消费者对购买商品的真实情况 享有知情权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 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 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如果商家在推销化妆品的过程中 使用相关概念误导消费者 是违法行为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如果商家误导消费者 可能涉嫌欺诈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删 如果因此造成了消费者的人身损害 还应当赔偿损失 若是商家通过广告进行宣传 被认定为虚假广告 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 广告代言人 应当于广告组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在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 一定不要轻信广告宣传和商家的口头承诺 尤其是一些宣扬有特殊效果的 要了解清楚产品成分和使用禁忌后 再做选择 注意防止商家的营销套路 不了解没使用过的产品 不要一次购买太多 同时注意保存购物和支付凭证 以备布施资讯 只能说 它代表着消费者目前 对于化妆品安全性的一种新的追求 给化妆品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我看现有的研究文献 在实验室是可以达到的 雖然有在台课 这条校 invent报季 到不且 海里荷 期末 生了 水 海里荷 涨 以及